大家好,歡迎收看山藝之人 我今次要講的是市區的輕鬆交遊路線 就是在九龍灣的平山,行山過去佐敦谷公園 今次影片的起點是彩福村街市 要前往彩福村,有數條九巴路線可以直達彩福 而我當日就是乘搭地鐵去九龍灣地鐵站 在BOY出口,向彩形村方向走 去到彩形村之後,再乘搭電梯,也可以到達彩福村 在九龍灣地鐵站開始計算,約15分鐘便會到達彩福村 彩福村街市,旁邊有巴士站 在巴士站對面的樓梯,向上走,便會到達彩榮里 今次影片的路線是輕鬆的交遊路線 有多輕鬆呢? 長度是約1.5公里 隨時都是半小時至九個小時便完成 去到彩榮里後,向左繼續向上走 走到盡頭就是一個迴旋處 想不到來到這個迴旋處,會見到鶴排的電單車 可能在這裡練習打八字 不過這個斜路好像不太夠斜 去練習打八字 去到迴旋處,就會見到這個T級 這個T級就是去平山山頂的T級 雖然這次行程的路線是非常短的 不過,上平山這段樓梯都要走15分鐘左右 大熱天時,就要量力而為 現在先介紹一下平山 平山位置於九龍灣的東北坊 高度約188米 在過往未有這些公屋發展前 在平山可以看到很開揚的啟德機場景色 所以過往平山也俗稱為機場山 在舊時,即是20世紀的初中期 平山的西面是石漢牆 之後去到1970年代 因為地鐵要起觀塘線 即是彩虹站至九龍灣站那段 平山石漢牆就關閉和荒廢 直至2000年代 平山西面才重新發展成為 現在看到的彩形村、彩德村和彩福村 時至今天 即使平山西面已經發展了很多公屋 但其實平山仍然有一個開揚的景色 還可以看到開揚的彩虹村的景色 亦可以遠竅到獅子山 而旁邊亦可以仰望到雲偉的飛鵝山 我之前也試過在平山拍過日落照片 以及拍過一段平山日落的時間歷史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看資訊卡這個連結 走了15至20分鐘樓梯之後 就會正式到達平山山頂 高約188米 到達山頂之後 如果想去佐敦谷公園的朋友 就要留意方向 就要像我這條影片一樣 去到高處拍照後 就回頭 然後再向左這條路 下降到佐敦谷公園的山徑 這條平山山頂去佐敦谷公園的郊遊徑 都經過民政處完整的開發 穿過三個梁亭後 沿著梯級就會看到這個分叉路 然後向左邊就會去佐敦谷公園 右邊就會走到彩榮路公園 這個彩榮路公園 距離我們這次行程起點 彩福村街市都不是相差很遠 而去到剛才的分叉後 再走一會 很快就會到達佐敦谷公園 佐敦谷公園的前身 就是佐敦谷堆田區 堆田區在1990年關閉後 改建為佐敦谷公園 就是在2010年正式啟用的 由於佐敦谷公園有大量的草地範圍 亦都是香港知名的野餐聖地 我當天走完山後 也在佐敦谷公園野餐了一會 來到佐敦谷公園 我這次的影片都差不多了 我自己覺得 這次拍片的路線都不錯 一來距近市區 可以在地鐵站起步 二來行程又短 半個小時 九個字都走得遠 另外沿途的景色都蠻豐富 平山又有開圓的景色 來到終點 佐敦谷公園的大草地 都是令人心亢神異 亦都可以在佐敦谷公園休息野餐 我本人誠意推介這次的影片的路線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